OK 乌克兰打到哪里 哪里才是俄罗斯的边界 再重复一遍 乌克兰打到哪里 哪里才是俄罗斯的边界 也就是说 乌克兰是绝对收服自己的领土 绝不允许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人不赞成 全世界不认同 就俄罗斯国民也不认同 中国听好了吗 中国听好了吗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流亡争权 是一个外来争权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领土 没有国土 没有国家 将来中国人打到哪里 哪里也没有中国 哪里也没有共产党中国人的领土 哪里也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归宿 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人将来会在地球上消失掉 因为中国人要把他赶出去 现在全世界都不会接受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 现在美国 美国前段时间就已经放宽了 普京宣布 乌干斯克和德里斯克等四个州 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美国就已经默认同意乌克兰 乌克兰的炮口 瞄准德里斯克 乌干斯克等四个州 也就是说 那里是俄罗斯的占领区 乌克兰一定要把它收回来 不仅是收回来 乌克兰人打到哪里 哪里才是俄罗斯的边境 只是看就看美国了 美国愿意让乌克兰打到 打到克里姆林宫就打到克里姆林宫 将来乌克兰是在欧洲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边 最重要的大国 最重要的国家 从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将一去不复返 俄罗斯永远不会是世界大国 永远不会是军事强国 要让俄罗斯永远没有能力 侵略其他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照样有错路 俄罗斯的错路在 俄罗斯的错路在 占领中国 一旦俄罗斯占领了中国 俄罗斯就会起死回生 至于普京何去何从 那是另一回事情 那么俄罗斯就可以 可以怎么来 可以重振旗鼓 因为占领了中国领土以后 俄罗斯的人口基数就大大增加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大大增加 俄罗斯只要不跟西方对抗 西方也会默认 莫斯科卿越中国 占领中国 中国人 中国人本来就没有国家 就没有领土 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抽象名词 没有中国人 那里的 那里居住的所谓的原住民 是什么 是蒙古人 满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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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汉楚 更没有什么中国文化 更没有什么中华民族 中国这个名词将会在地球上